在武汉,在很多地方, 围重的病人是百分之, 病死率是接近百分之六十。 我们现在也准备挑战一下, 现在在我们的病房, 我们一共有, 我们现在重症, 围重,围重。 我们有几个病人, 几乎除了原来人我们以外, 广州都在护院所了, 我们也不怕媒体说, 我们就考验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, 我们能够做得怎么样, 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新的问题, 没有解决。 除了这个一般的规律以外的话, 我们也通过几年的 跟上海水利公司合作, 做了一个水里头通过一个特殊装置 可以转换为氢气加氧气, 这两个东西来治疗缺氧和地氧, 那么我们在气道狭窄的病人, 在曼土肺基因加工也都得到成功的, 一个有效的结果, 现在用在这些病人, 那么初步的在武汉的尝试以后, 呼吸困难有所改善, 现在已经在有将近两千台, 在黑龙江, 在云南, 在武汉, 当然在广东, 还有很多地方已经推广了, 那么我们希望这些仪器, 对我们减少这些病人转为重症, 或者是唯重症呢, 能够起到疫苗, 因为现在正是进行事还在进行, 但是我们想尽办法也生产了这样的氢氧混合吸毒气, 现在已经在全国进行推广, 所以在这些方面都是在广州一科大学, 因为有了十几年的基础和连藏, 结合了这么一个基础,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工作。